以小王子为主题 进行大型黑板壁画创作 美术老师叶芳林将用心 您就可以看见更美好的事物 表露无遗 让校园惯然一新 那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就像小王子 其实就像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一样 可能就在寻找心目中的那朵玫瑰 可是当我现在进入到教师这个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像是这只狐狸 然后呢 狐狸他教会了小王子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用心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有些事情是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只要你用心 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 真的有很多美丽的事物 学生们深受感动 不只培养美学素养 还唤醒追寻心中的玫瑰花 我们都在探索世界 像小王子的小王子 对吗 但在建德中的高校 我们可以更加勇敢 遇到所有挑战 学校在增设这些黑板墙之后 我觉得整个校园被增添了许多色彩 整体场景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素材 不只小王子 还有人气居高不下的知名动漫系列创作 赋予墙壁新生命 不只有单纯公布兰的功能 如今加入魅学创作 让校园充满不一样的气息 因为每天早上找自己寻堂 发现学校的公布兰 因为基隆多雨潮湿 整个公布兰只都是皱褶的 就在想说我们是把公布兰 做一个形式的调整 我们就装了电视 让以后公布兰以图片方式 然后发现学生很喜欢画画 而且学校没有留言板 那我们就把学校的六个公布兰 改成黑板墙 我们称为幸福黑板墙 那我们就定期的更换 那这个灌篮高手事情 我们二姓高中广社科 见得的校友来帮我们彩绘 那楼下的安妮亚也是 那我们预计在会考后 把这些墙面全部抹掉 再让每个班来做毕业的留言 那我们就让这个黑板 等于是有生命的 让学生在这种好的环境 能够快乐的学习 寒假期间 就读二姓高中广社科的 毕业学长姐回到母校创作 展现团队合作的精神 大造幸福墙 希望学弟妹们 每天来上学 都能感受到快乐与幸福 我们也希望未来 我们见得毕业的这些孩子们 也可以多多的回到我们母校 然后为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好好的发挥他们的能力 然后让学校变得更美丽 校长说黑板墙会持续下去 校园内也开始进行 地井艺术创作 要让见得国中的学生 随时感受到 满满的快乐与幸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同时医院的美食 结婷 adơi